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我是朱淇琳 丹心聰 今天我們來談談柯P新政 柯文哲 臺北市長 他在當選上任之後 到現在也不過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是這一個禮拜以來 通通都是柯P的新聞 包括說 他在上任第一天跟第二天 就把延宕八年 八年沒有使用的 臺北市的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把它拆掉了 再來是在昨天 因為之前上個禮拜 南港的這個違章建築大火導致一個人死亡的悲劇之後呢 柯文哲去現場查看 他說呢 那這些違章建築所謂的影響到公共安全的 通通都要拆除 但是你是在說真的 說假的 這麼多年過期了 就是不知道要聽 可是他在昨天公布了兩百二十六處 這個在三月之前 如果你不拆 那麼臺北市政府就直接來把你拆掉 這兩百二十六個違章建築的拆除清單 而柯文哲的這個動作 不但對臺北市民來講 有一個全新的感受 對於其他縣市 包括所謂宜蘭 包括新竹 乃至於包括台中跟其他縣市 似乎那個壓力很大很大 新上任的其他縣市的縣市首長恐怕也都必須跟著 所謂的柯文哲這個腳步 不管是在拆除的這個動作 或者是在十二年國教的這個動作 或是在其他所謂的效率的這個改善呢 其他縣市的壓力是非常大 今天來談一談 柯文哲的現象 究竟是否真的可能翻轉臺灣的政治 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作家馮光源 薛聰聰好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立宏 薛聰聰 大家午安 特別歡迎是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儀 薛聰聰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過跟各位觀眾報告一個最新的消息 原本今天很多人包括媒體政治人物 以及關心陳水扁前總統狀況的這些民眾呢 都認為今天台中監獄呢 將會讓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保外就醫 可是最新的消息是 因為公文塞在國道高速公路上 很多人今天要去跨年 公文晚到在今天傍晚五點多的時候呢 才到法務部 所以法務部說來不及 因此今天陳水扁前總統無法保外就醫 這整件事情要過了新年 1月5號 明年1月5號再來討論 再來決定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進行 南京有規劃要私人小組審查的啦 因為現在時間脫太久 要相關資料需要了解的 還有後續的處理的 這個都需要做通函的考量 所以決定在下個禮拜一 9月...10月...1月5號講錯 1月5號下個禮拜一的上午9點鐘 來做正式的審查 立宏兄 你怎麼看這件事 說實在的啦 你要知道 有很多政治人物的保外就醫 他甚至連公文都還沒到人就放出來了 我就隨便舉個例子 嚴清鏢 嚴清鏢人是 就是這個 假證署這邊已經確定要放人 公文都還沒有補到 就可以出來了 好 那為什麼嚴清鏢可以公文後補 而陳水扁不行 其實很簡單 我想 放不放陳水扁 都在馬英九政府的 一面之間 也都是在他的權力的範圍 完全掌控之下 那何以今天不放 你說這個要說什麼公文塞車 這個當理由其實是很瞎 今天跨年真的塞車了 是啦 但是說實在的 你真的要放人 我剛說過嘛 嚴清鏢的時候 公文沒到人就出去了嘛 放不放都還是在行政權的考量 有一種東西叫做Internet 那有一種東西叫bmail 還有一種東西叫電子公文 我們這樣講嘛 我看過效率很高的事情 譬如說王金平 跟馬英九 在去年的九月政爭的時候 馬英九在考季會 先主導開除王金平黨籍之後 你知道當天下午 這個中選會就已經收到公文 而且就立刻做出說王金平可能有當選無效的 就是說拿到他的不分區的這個資格 如果不是王金平這個在向法院提出假處分 王金平早就被幹掉了 你要看在處理王金平的時候 馬政府展現出空前的效率 這個這樣的效率 卻在處理陳水炳案 卻讓人家看到 竟然還有因為公文塞車就不開會的道理 我覺得背後 他在反映一個事情 我覺得也反映馬英九的性格 或者說馬英九跟羅英雪的這種 他的性格了 這個性格是什麼 他不喜歡被逼 尤其你要知道 從去年應該講 從上個月開始 一直到現在 像呂秀蓮做出多少動作啊 說你幾月幾號不放陳水炳 我要絕食 本來是說12月10號嘛 對不對 國際人權日你不放陳水炳我就絕食 結果後來就一直往後拖 我是這樣覺得就是說 呂秀蓮的動作 我都覺得是橫生枝節而已 如果今天馬英九因為 11月29號的這個九合一選舉 人民傳達一個訊息 讓馬英九提前決定說 好我把陳水炳放出來 來當作是一個所謂和解的一個試金石 那既然馬英九已經做出了一個政策決定 其實呂秀蓮他們這些人動作都犯不著了 偏偏他們就 我覺得這個時候又要用去 去用這種什麼群眾運動 去包圍台中監獄 去推特醫院 乃至於呂秀蓮 要用絕食這種東西 我都覺得都讓馬英九那種性格的那種黑暗面 就覺得我幹嘛被你們逼啊 那種不願意被逼的這樣子的這種心情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整個本來是以為說 大概在聖誕節之前就可以決定 又拖到元旦 拖到12月31號可以回家跨年 現在又要拖到元旦之後 我是這樣覺得 我呼籲說呂秀蓮回家吧 你回家好好吃吃飯不用餓肚子 包括陳水平也叫呂秀蓮不要這樣做了嘛 因為我都覺得說政策還是掌握在馬英九的手上 馮哥我要請教一下 飯不著去這個時候 你去讓馬英九覺得我幹嘛被逼 我就不需要去做這些動作橫生枝節了 我們來看一下法務部矯正署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一個正式的新聞稿 矯正署說呢 台中監獄在昨天下午 接獲陳前總統擴大醫療鑑定小組的鑑定報告 而台中監獄依據這個報告書 然後呢這個結果跟處置的建議呢 準備了相關的證明文件已經完成了初步的審查 在完成審查之後呢 派專人遞送陳前總統保外醫治的韓文 可是呢這個韓文或者是相關的公文呢 矯正署是在今天下午五點五十分才接獲的 這些相關資料 那剛剛好明天就元旦要跨年了為求慎重 而且完備保外醫治審查的這個機制 所以要到明年其實也就是下個禮拜一啦 一月五號上午呢 在開由署長 矯正署長自己親自主持 由十個人的這個審查小組的會議 開完之後呢才會有一個結果 特別他談到請社會大眾要理性靜待 這個所謂的會議的結果 馮客我就要請教你 不管是不是真的所謂的公文塞在高速公路上 大家用平常心 你晚到今天就是太晚了 來不及籌到十個人來開這個會 依法行政的這個程序 又或者是像剛剛李鴻兄可能要談的是 故意刁難 放或不放恐怕那個困難度都很高 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其實我自己因為被關過 所以我來談這個事情呢 其實可以從監獄裡面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在牢裡面 你多吃一天牢飯跟少吃一天牢飯 其實是差很多的 就是說 你才關二十天 對 就是說 可是都會在那邊算 還有三天還有兩天 那就是說都會在那邊算 所以我今天看這個新聞 我覺得有趣的是 陳前總統他對於今天要出去 我覺得他太聰明了 他覺得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他甚至不打包 我看到一個新聞就是他拒絕打包 他認為今天打包幹嘛呢 那今天如果打包好了 果然沒被騙 然後到時候出不去 你就要把它打開來 因為你要換洗衣服這種東西 都要重新擺回原位 就是浪費時間嘛 浪費精神嘛 他今天根本就不打包 那我自己 我看到新聞我覺得有一點可笑的是說 我是從馬英九這種人的所謂的mentality去想這個事情 你知道 要知道 如果今天放 那歷史上面會記載是說 他是從哪一年開始關的 2008 2008年開始關 關到2014 可是如果過完年再放的話 他是關到2015 就是說好像多關了一年 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許爽 你知道對於馬英九那種人來講說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那就是說 在整個的案子裡面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台灣的司法人權 對於一個前總統 是可以這樣子對待 那我不管他們 就是說我們現在不論 這個到底是 這個所謂的這個司法案件裡面的這些 細節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罪 這東西我們先不論 可是至少 從司法人權 就是說他作為一個陰媚 他作為一個 就是說坐牢的人 他的醫療權 他很多的權力 他是應該要有的 因為我自己在裡面 我知道 醫院裡面的這些 所謂的醫療設備 都是差太多了 就算是他已經到了台中 你知道 那我相信就是說 他跟外面的整個照顧 那是不能夠比 不過來看看 其實也有像是 呂秀蓮前副總統 他也談到說 其實已經關了六年多 大家也不要那麼急 說急著說非得今天放出來 可是事實上在今天台中監獄 外面有很多人是滿懷期待 希望陳前總統今天可以順利保外就醫 但是今天無法保外就醫的情形下 會不會讓台灣社會增加更多的變數 我們來看看 高喊釋放阿扁 聲援陳水扁的支持者 越聚越多 已經超過百人 台中監獄也證實 已經送出陳前總統保外遺址的申請 就等繳政署最後裁定 而當過國防部長蔡明憲 則是在面會陳水扁的時候表示 如果抽不出保金 願意當他的人保 我早上跟呂副總統進去的時候 我就當場跟阿扁總統講 如果說我資格可以的話 我願意個人來聚保 前副總統呂秀蓮 聲援陳水扁動作也很大 在台中監獄外展開靜坐絕食 他再次呼籲法務部 元旦前讓阿扁出來 今天沒有放的話 我昨天前天一直都仰眼 我做的倫理的 或者是做個單價 我也要升起點幾個馬英九 算一筆账 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 則是在早上十點多 會見父親陳水扁 帶來女兒的畫作 表達家屬 希望他能回家的心願 到底能不能趕在 12月31號的最後一刻 保外一致 不只是法律問題 也是政治問題 記者邱馳培 彭煥群台中報導 用兄其實現在社會 其實不管藍綠 其實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如果陳前總統的 健康狀況是真的不堪的話 就讓他保外一致 或是即將看護 那個背後反映的 一個意識形態說 也許可以的啦 就是他不管是說 有人說阿扁無罪 或是他真的是有貪污 真的是有罪 關了六七年 也夠了 如果他的健康狀況 是真的這樣子的話 那麼台灣就繼續走下去 那阿扁是 大家就把他拋開來 可是拋得開來嗎 拋不開啦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即便阿扁出來 你就藍綠和解了吧 未必啦 未必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阿扁出不出來 是一個很敏感的政治議題 但是我覺得馬英九政府 他其實也吃定了 你可以看 他吃定的陳前總統不會死 或吃定的陳前總統不會自殺 所以基本上 他可以用一拖再拖的態度 那我也真的很誠懇的呼籲 很多所謂的很質樸的那些阿扁們 有人利用陳水扁是在 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 但是有一批是 你說去送餐的 幫阿扁這樣這三年來 是天天風雨無阻去送餐的這些人 某假某影某餅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 你也沒有他們的名字 他們這些人非常這種這種很令人敬佩的 他們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也不願意在政治上去賺取 這種所謂的各種所謂的分毫的利益 我都覺得這些人是可敬的 但相對於想要藉由阿扁 來掠奪政治利益的人 我都覺得這些人是很可比的 我是這樣覺得就是說 陳水扁什麼時候會出來 關鍵還是在 這些政治的紛擾要減少一點 要放阿扁出來 很簡單 這種事情要所謂的 點點吃三碗公伴 你把事情弄到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就可以出來 下禮拜一陳水扁前總統 是否可以順利保護就義 可能大家還在觀察 我認為會了啦 應該是 會了啦 總不能說下禮拜一又塞車了這樣 呂秀蓮的這些動作 我都覺得是多餘的啦 我真的真的希望說 我不是對呂秀蓮特別有意見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你的絕食 有助於說 這個法務部可以加速 這種所謂的 釋放陳水扁的進程嗎 顯然沒有 我覺得說今天 竟然會用所謂的公文塞車 在高速公路塞車的這樣的理由 其實馬政府傳達一個訊息嘛 你這些動作對我來講沒有影響 事實上我也真的覺得說 我再一次呼籲說 呂秀蓮總統 你就回家吃飽飯 我認為阿扁再晚個五六天就出來了 你也不需要用這種 這個去強逼馬政府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畢竟馬政府現在 雖然是勒衰啊 雖然他的這種權力已經是日薄犧牲 但是別忘了 他還是總統 他還是總統 而且他還是可以 決定陳水扁什麼時候出來 你越是用這種逼迫他的方式 馬英九越是不從嘛 所以真的不需要 我就覺得呂副總統 你就回家吃飽飯歇習著 你也不用絕食 也不用打點滴 何須如此 你這樣子 只是只會讓馬英九那種人的性格 你知道 他會覺得 都會覺得 我相信就是剛剛 跟馮哥所講的那種 他馬英九的心理 讓人家覺得說 他就是不喜歡被人家逼著 架著走嘛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搞這些動作 不知道阿扁能不能順利保外交易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說 臺灣是不是能夠真的擺脫藍綠之間 無止境的鬥爭 而其中很重要一個象徵 或者是一個轉捩點 是柯文哲當選臺北市長 那所謂要超越藍綠 是要素人要翻轉政治 這一個禮拜以來 真的臺灣的政治 特別是臺北市的政治呢 是被翻轉過來 可是翻轉之後 是不是可以真的長期 從正面的方向來發展 我們來看看 昨天柯文哲做了一件事情 很多臺北市民 我覺得那個反應很有趣 他趕快去查 我家是不是這兩百二十六戶裡面的 其實那個矛盾很大 很多人自己是住在違建 或是他是違建的所謂的擁有者 那可是他又覺得說違建是很恐怖 然後呢 這中間有很多議員 或是人情的壓力 關梭的壓力 柯文哲做了這件事情 昨天他公佈說 只要是頂樓加蓋成三個使用單位 或是你隔成三間 隔成三間以上的 而且你有危害公共安全的 兩百二十六件 那在中山區 信義區 大安區等等 到處都有 最大是一百六十坪 最小是四點五坪 那從明年三月二十號之前 讓你自己拆 之後你如果不拆 臺北市政府就直接幫你拆 你自己還要付拆除費用 然後呢 若是當然有安置 他提供一支電話 等一下請請教秉儀說這樣夠不夠 可是呢 在昨天下午公佈這兩百二十六件的地址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馬上網友就做了這張地圖出來 就那個效率是很恐怖的 而這個力量呢 是來自於網路晚軍們 那個力量是很恐怖的 我先請教一下秉儀 這件事情對於說的第一個公共安全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大的幫助 第二個對未來拆除違建 是不是可以起了一個重大的意義 我想它的象徵性的作用比較大 除了實質違建以外的話 可能也試著要拆所謂的政治違建這一塊 就是所謂的議員官說或什麼 其實也是它去挑動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以226戶來講 對整個目前台北市的違建的狀況 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上實質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是它這個動作的整個象徵 或者是凸顯出來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確實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打個比方 就是說如果到急診室的話 外科醫師要動手術之前 其實應該要照X光或做電腦斷程 當然 先看看這226戶到底是怎樣的 房客在裡面或者是狀況 因為它不是一個拆房子 只是物的問題 其實裡面是人 而且這邊的人可能有一定比例的 可能是一個所謂社會福利 必須去介入跟關心的一個人 其實台灣在租屋市場 在目前這些資訊全部是空白了 所以其實第一步要在拆之前 其實急迫要做的應該是 或許社會局不是一支電話 而是社會局先得先去針對這226戶 做一個整體性的一個清查跟普查 那確定一下它哪些是房客才能稱出 有多少比例是一般房客 有多少比例是弱勢房客 那針對一般房客跟弱勢房客 其實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不是一支電話 我們覺得可能是要至少要是一個 跨局處的一個小組 也做一個搭配性的配套 在那邊做準備 為什麼呢 如果是弱勢的家庭的話 其實社會局手頭沒有太多 住宅的處域的一個資源可以運用 因為住宅的資源 基本上是都市發展局在掌握的 所以假設這226戶裡面 如果其實就是弱勢的比例的比重還很高的話 其實是需要協調都市發展局一起去處理 去跟一起去面對 不過至少第一個它的意義是說 你剛剛談到所謂的拆除政治違建 因為它其實就嗆聲說 你所有的不管民進黨的國民黨的 新黨的武黨的通通 你都別想來關說全部都公告上網 然後那個地圖已經很明顯 所以能不能一個消掉一個消掉 最後哪幾個沒消掉 所有人都在看 然後他說你如果敢關說 我就給你公佈 這個所謂的政治違建 是不是可以在這一次猜測 第二個你談到很重要 不是只有提供一支電話這麼消極 你要主動去查 因為住在違章建築的裡面的租房子的人 很可能都是經濟弱勢 很可能 不見得全部都是 但是很可能是經濟弱勢 如果說他有小孩子學籍的問題怎麼辦 你把他趕走 或者是房東把他趕走之後 要是去住這個問題 我們的社會住宅真的可以容納 或是我們真的有中繼住宅嗎 但是這個動作呢 不但衝擊到台北市 衝擊到台北市議會 當然也衝擊到其他縣市 我們來看看這個拆除的動作 究竟改變了什麼 日前南港違建大火 造成一人死亡 台北市政府昨天公布 226戶頂樓加蓋 並涉及公安的違建名單 要求屋主在明年3月20號前改善 否則將強制拆屋 台北市長柯文哲更強調 誰來官說都沒有 從現在開始新的違建 誰來官說都沒有 就是拆掉 第二 你是違建 但是還是涉及公共安全的話 那你 雖然即使是民國84年以前的 也沒有得討論 對於台北市政府強硬處理違建問題 議員何志偉說 曾有選民買下房之後 根本不知道有違建 但市府依法就是要拆 民眾憂心破壞房屋結構 想要自己拆又有經濟壓力 陳情延後執行時間 這時就需要有議員居中協調 違建的選民服務有很多樣態 不是每件都在關說 柯文哲也顧及頂樓違建的住戶 多為弱勢者社會局 將會協助後續處置 因為目前住在這些頂樓的違建戶裡面 坦白講有很多是弱勢者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公布一個 社會局的電話 有需要協助的 比如說他真的實在是沒地方去住 什麼 我們還是要給這些弱勢者 有一個處置的辦法 議員許淑華認為 許多經濟弱勢民眾被迫住在違建裡 市府不能喊拆就拆 一定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雖然市府聲稱社會局會有安排 但有辦法立命安居之處嗎 他認為法之外還要有情有禮 我們來介紹今天第四位特別來賓是政治大學 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的主任 許祖豐 許老師 許老師你怎麼看待柯P這個動作 我想柯P他等於是滿足市民的期待 就像他自己講的 他背負那麼多人的一個選票的一個 對市政改革的要求 所以他非常的積極 那當然正反兩面 有人認為說他這樣是不是太齊躁了 有人講他是希特勒 那我覺得有些東西說他是酷吏 那我覺得酷吏 基本上這樣一個評價實在太重了 就像以前很多人認為陳定南也是酷吏 不過事後歷史評價對於陳定南 他那麼專業認真無私的奉獻 是給予高度評價的 不過柯P是不是有後續的續航力 大家需要了解 因為他究竟是一個 整個臺北市的一個首長 有短期的救急 但是也長期的規劃 所以很多市民其實要繼續看 不過因為過去很多東西 很多政治人物的做法 都是很多什麼在研究 要全盤考量 柯P是帶來一種新的一個政治的作風 但是我覺得說他目前就任也沒有幾天 再來他如何去運作一個 整個的一個行政團隊來發揮整體的戰力 才是大家需要去了解的 馮哥你怎麼看待 你之前也選台北市長 這個動作 這一個禮拜以來 柯文哲佔據全台灣所有的媒體 其實鼓勵支持是遠大過於否定批評的 你怎麼看 當然 其實這個問題凸顯出來的 還不只是柯P 他解決了很多的 就是說市民的期待 這問題凸顯出來的是 前一任的市長 好龍斌的無能 那就是因為你留下這麼多的爛攤子 那這些爛攤子原先是可以解決的 可是你不解決 那現在柯P來了 那他有些事情 他就是大刀闊斧地去做 這些事情以前好龍斌可不可以做呢 也可以做呀 好龍斌不是說沒有拆違建 他有拆違建 對不對 當然就是說我今天 他每個月拆了好幾百件以上 他有拆違建 只是說他今天 柯P公布的這個違建的東西 也許有些是 就是說以前他們不敢不敢拆的 因為後面也許是有一些 所謂的議員的力量 你知道 那其實我會覺得 像柯P一上來 就把中校西路的 原來公司專用到的東西 把它整個進去 那個也是你的證件 對 那個是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要來選市長的時候 都會來提這個證件的 因為那個本來就應該做 所以柯P把它做掉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人就說 認為這理所當然的事情 理所當然 在台灣的這個政治文化裡面 這種 你是不作興趣 去就是說出前面那個 前任者的養相 所以那個東西 馬英九剛蓋好 你說那個好龍斌敢拆嗎 他不敢拆嘛 你知道 那好龍斌自己做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例如說敦華南北路的這個 腳踏車道 因為他自己做了 那他發現說出養相 你知道他就自己拆 他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是他自己 做出來的東西 他拆掉還好 可是台灣的政治裡面 他們就是不敢去碰 例如說前面一任的 尤其是這前一任的 是你的所謂的黨裡面的 你的比較長你 那個就是我們最隱晦 惡劣的這種人情相怨 對對對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相怨嘛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柯P做的事情 不過是一個 就是說任何其他 就是說除了我想 連勝文之外 你知道就是說 其他人上來 可能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 因為真的是在那邊 我這兩天坐計程車 那我跟計程車實際 聊那有關於那個 中央記錄 都是拍手叫好 對不對 那你說其實柯P還顯示 另外一件事情 他花的錢 遠低於當初的估計 對不對 一半不到 對這就好像當初 當立法院要去 就是說整修這個 懸運的裡面的一些 就是說被這個 弄壞的一些設備的時候 你看他們估出來多少錢 超過一億 超過一億 對不對 可是真正修起來的沒有嘛 所以就是說 你看國平黨做的事情 永遠就是貴 然後又滑而不死 你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柯P做這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 像中校西部的東西 其實那個timing是正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柯P 一旦他決定要拆的東西 他其實有大概 至少半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去整理所有的資料 去整理所有的東西 因為他在這個上任之前 他大概有多少 二十五天 二十六天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那個東西 早就可以就是說 規劃好 然後他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拆那個東西 就拆啦 不過你說 你說拆中校西部公車專案道 跟所謂的公佈違建名單 以及對違建的這個處理態度 以及說 直接嗆說 你議員不要來關說 這些動作都是理所當然 可是我們來看看 還真的有些人認為 這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我們來看看 好龍斌前市長他說 這些違建有很多歷史跟背景的因素 哪有明代卡在中間干擾 為了府會和諧 這是很重要 換句話說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好你這樣子這麼大張旗鼓 然後這麼嚴厲的雷厲風行的 那之後府會關係 是會降到冰點 那接下來其他施政會不會有阻礙 這是好龍斌的說法說 過去有些事都有在做 只是沒有做得那麼戲劇張力 故事情節沒有這麼有趣有張力 沒有這麼戲劇性 前副市長張晶恩說 如果要拆沒問題 但是要對弱勢 要有安置的措施 不可以任其流離失所 要做到公平周延跟一致的處理原則 建管處的副總工程師 他說台北市查報為建 一年只有八百萬的預算 人力只有八十四個 就算你要增加經費 沒有人力還是跟不上蓋的速度 我們來看看其他議員或其他人的說法 北市議員陳立輝 他其實是支持的 他說市府要拿出公權力積極來處理 藍綠議員不會有意見 陳景祥的說法說 拆當然要拆 可是政府要加速都市更新 老屋要重建 不過這個資訊有一點錯誤 他說台北市政府曾經說過八十四以前的 繼存為建是不拆 不過是不是這樣 他是叫緩拆 但是你說重大公安還是要拆 那他是說八十四其實有一條線 那是很清楚八十四年前是緩拆 八十四年後是急報急拆 你不應該換了個政府 就換了個政策 請慧珠講說支持拆除違建 可是柯文哲直接點名議員 這種做法說法太刻薄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黃珊珊講說市政府 要訂出一致性的處理原則 那什麼是優先處理違建 該修法就要修 避免爭議 為什麼這兩百二十六戶是第一波 其他人就不是第一波 這個理由是什麼 何志偉民進黨籍的 何志偉他說呢 市府不能只說要拆 也要配套 社會局要主動 就像剛剛秉儀所說的 那延聖官他也說呢 議員關心違建 你不能說是關說嘛 那柯市府拆除違建的時候 要顧到情理 所以馮哥我就想 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如果裡面住的是極度的經濟弱勢 你是要叫他去使用 沒有 所以就是說 有關於經濟弱勢的這些事情 就是柯文哲當你今天當上市長 跟你以前在當競選人的時候 喊口號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當市長你要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在後面 那這件事情如果因為處理這個事情 到最後讓有些人流離失所的話 我覺得他的民調自然會掉下來嘛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做事情要自己去負責 那柯文哲市長做這件事情 他之前所有的考量 他的幕僚有沒有給他足夠的這種資訊 那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 那這些事情其實其他議員 馬上就指成出來了 那這些議員指成的對不對 到最後也會變成他們的 就是說credit或者他們的包袱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市政 因為市政太複雜了 牽扯到的人太多了 每一個市政的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利有弊 可是我基本上覺得破例是非常重要的 是 台灣過去這些年來就是因為 就是說 遷就太多的人情的東西 遷就太多的就是說 各方的利益的東西 所以很多事情做不下去 那今天你做的事情 你絕對會擋到某些人的利益 你絕對會 例如說傷害到某些 其實是比較屬於弱勢的人 他們的一種生存的這種權利 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子 就是說馬上 從這個市政府的這個體制裡面 馬上找出救援的措施 來支持這些 是 這些就是說 其實你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受到傷害的一些弱勢的人 OK 柯市長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的能力 你有沒有 你的整個周邊的這個 整個的所謂infrastructure裡面 你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內部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資源裡面 能不能夠馬上找出來 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這些弱勢人 他們就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有沒有這種提供的這些資源給他們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今天做為一個市長 那你除了大老闊府的這樣 製作的處理這些事情之外 你有沒有比較人道面的一些資源的 真正比較溫暖的東西去支持這些弱勢 到底 弱勢這件事情 是一個城市裡面一定有的 我們今天做很多事情 那很多人是不去看這個弱勢的 可是要知道 在競選的過程裡面 那就是說有些候選人的他的整個政見 是非常站在弱勢這一邊的 那這個時候 那柯市長跟你柯候選人 當初的整個政見裡面 有沒有憨格的地方 這東西其實大家要開始去見識 我這樣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你的意思 你說支持這個226戶呢 大刀一揮 因為安全問題 可是如果真的有看到 所謂的弱勢的問題 或是所謂的其他的這些社會問題呢 那就考驗科批執政的能力跟效力的 而且就是說 有沒有這種對於弱勢的同情心 有沒有同理心 那秉毅我就要請教你 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有一些資訊還是要釐 他不是說今天拆明天拆 他是說三月之前你自己拆 政府沒有要拆 是叫房東你自己拆 你不拆 政府在三月之後才要來拆你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還大概三個月的緩衝期 這是一個 第二個他現在也提供了一支電話 社會局的電話 那也不代表說他之後 不會有其他的這些措施 不管是所謂的都發局 或其他局處會進入來去協助 這樣夠不夠 如果不夠又該怎麼做 可是另外我要請教那個 李鴻兄一點 這不是只有台北市 現在包括宜蘭 新竹 新北 甚至台中 各縣市都說 不行 這壓力太大 非差不可 我們來看看這個外溢的效果 除了首都之外 全台灣現在恐怕大家都要來逼迫你 為於新北市新莊的自動兩層樓建築 竹竹向上加蓋了四成 為了減少災害意外頻傳 這棟超級違章建築已經被市政府所定為準備拆除的列管對象 台北市政府30號強勢宣布要拆除266戶違章建築 新北市府疏人不疏陣 30號晚間也拟定好優先拆除的方案 決定將加蓋超過兩層樓以上為建物列為最優先的拆除對象 所有影響重大的公共安全以及違反這些相關建築法令的我們每天都在拆 一個月拆大概一千件 只是我們應該從根本去解決 就是說盡量要努力不要讓新違建產生 不然怎麼拆 我看新北市台北市各地大概都拆不完吧 根據內政部統計全台違建將近有61萬件 新北就佔了將近20萬件 違建數字高居全國之冠 但市府方面表示實際執行拆除作業時 還是會遇到違建戶使出各種怪招來躲避拆除 他會以身重病或是說我懷孕的方式來規避 甚至重病之後手術療養 都是他們可以作用的一個理由 新北市公務局表示 未來市議會如果通過修法 強制要求違建戶自行負擔拆除費用 將能有效嚇阻興建違建戶的成長 而行政院方面也針對雙北拆除 違建的行動作出回應 毛治國31號在治安會報上 除了要求全台22縣市地方政府 要展現公權力 強拆高風險違建戶 也只是內政部也要公布各縣市 是執行拆除違建的真相 記者李偉傳 吳家寶 新北市報導 徐老師我就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想起很久以前我採訪 台北清真大事的教長 訪問他剛好在寫書法 因為穆斯林他們寫書法 是非常有名的藝術 他送了我的一幅書法的藝術作品 是用阿拉伯文寫的 翻過來叫做比賽做好事 台灣現在是不是因為柯P 大家都在比賽做好事 我想這是柯P的當選 有些人覺得說他也有一點像 剛主持人想說外衣效應 甚至選舉的時候的骨牌 有些人認為說 台北的整個選情影響全台灣 那選後我想這個效應好像有點持續 所以加上這邊是首山之序 很多的媒體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柯P一舉一動 假設是一種有價值報導的 特別是比較正面的話 我想一定會給其他縣市一種 模仿仿效的作用 那我想這個是好的 那柯P在目前來看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有使命感或很認真的 他號稱他用他的那種 當醫生的精神 一天工作十六小時 所以他也是在快速做這樣一個學習 不過導致剛剛那個馮光遠先生 提到說那個有時候一個 一個事情有他的兩面 那有破也要有利 那基本上我是比較支持說 他既然是身負一個改革重任 身這個重任有時候影響到 不只是臺北市而已 全台灣大家都在看 那那那這種政策的一個稅行 或者是整個如何從破到利 來建立一個新的模式 對他其實很有公信 我不知道我這樣問過 我想先澄清一個東西 像剛剛提到說 好像違建好像是低受入戶 或是弱勢者比較居住的 但那個因果關係 有時候要倒錯過來 就提供違建的人是誰 甚至有時候 臺灣因為違建其實是一種 一種文化 是 很多新建屋 不管是臺北市或新北市 蓋了房子 蓋完以後建設工具 讓他二度施工 就是一個新的違建就開始產生了 那這個其實是牽涉到一個公共安全的 管理的問題是個違法是不能夠執行的問題 那科幣當然一刀就切金來要解決 但是我認為這個解決 假設能夠衍生其他的人 有可能是受害的話 那我們一併來考量 比如說如果裡面 真的有所謂的孕婦 低受入戶 那是不是臺北市 應該有更好的機構能夠提供收容 比如說我覺得臺北市過去 有東西一直沒有反省 早期臺灣有很多的國宅局國宅處 臺北市有國宅局 但那時候有可能會受到一些建商 各方面的施壓 國宅政策改變 連國宅局整個行政體系 都讓你不見了 所以所謂的三民族運 那時候不實現 就是那時候就開始就跟你把連根 把你的行政體系拔除 如果當初有國宅局 甚至不斷地推出國宅 那麼這些國宅也是提供一些中 中低收入物可以可以住的 那現在臺北市不是這樣 變成說不斷地反淘汰 就是說有錢人才可以進來 有錢來這邊投資 那麼沒有錢的人 第一個是搬走 搬到其他其他外圍的地方 那有些人想住在臺北人 當遊民 或者住在所謂的這個這個違章建築裡面 那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果 那那所以所謂的違章也是在處理臺北市的住宅的一個需求問題 是是比你剛剛提到一個概念 一個比喻就是說 就像外科醫生要動到之前 你沒有電工稍微照一下 超音波稍微照一下 電腦斷層稍微照一下 你言下之意說科P沒有做這些 訴前的這些動作就開刀了 就是說我們在提醒他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動作 因為現在目前臺灣事實上 臺灣是一個資訊非常 各種的資訊非常缺乏的部分 就是說全臺灣有多少個社會住宅的一個需求者 臺北市有多少個那個需要協助的弱勢家庭 其實這邊的資訊都是非常不足 那既然科P已經明確指出就是這226戶 那至少這226戶至少可以動員一些力量 去這邊做這樣的一個基礎調查 就如同當年就是說在保障岩的保存事件裡面 事實上臺北市社會局 也是動員的所有的社工員 到那個保障岩去做愛家愛戶的調查 或是45號公園 因為你唯有藉由調查之後 你才知道真正的一個狀況 那拆除違建跟弱勢的協助 基本上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一個是破例跟公權力的一個執行 但是另外一塊涉及到的是一個需要 只是需要同理心跟更多的關懷跟照顧 跟處癒一個非常非常細膩跟緩慢的過程 這個不是一個外殼手術所能處理 這個反而做另外一個比例 其實它叫做中醫療法 其實你需要的是一個中醫 慢慢怎麼去改善體質 然後把這些弱勢家庭慢慢的拉上來 或是你不能斷了他的就學 就業的那些原來的網絡 他之所以要在這邊住那個違建 有很多是因為你只有住在這邊 他才有工作的一個機會 你搬到林口搬到外圍去 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那小孩子在這邊是他原來的學區 或熟悉的環境 那弱勢家庭通常他脫貧比較多的一個機會 是小孩子受比較好的教育 所以整個小孩子長大之後 其實慢慢的帶著他家庭往上走 是那這種都是一個很細膩跟緩慢的過程 當然我們認同跟肯定科B的一個魄力 要展現一個不同的面貌 但是在處在處理這些弱勢的議題 跟弱勢家庭 其實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這個時候不是西醫 這個時候真的是要中醫 調養體質 可是李永兄我想請教 我來談談 又創造了另外一個可能是破千的議題會產生 來談談外意效應 這個真的是由所謂的翻轉改變全台灣各縣市那種長期官僚 鄉院退部保守的政治文化嗎 我們來看看 拆違建這個動作 其實真的逼得各縣市政府都得跟進 新北市政府也說要拆 就是政建三層樓上全部先拆 新竹市也說要拆 然後這些包括金山街科學園區 這些地方 違建很多的比例 通通都要所謂的有安全遺憶都要拆 行政院也說要拆 說那個加強拆除全台60萬戶高風險的違建 然後之後內政部還要公佈拆除違建的真相 台中市也要拆 就是說有公安的部分也要拆 台南市政府也說明年開始 一定規模以上的新增違建 就是首要拆除對象 除了拆違建之外 其他的部分我們來看看 拆中校西路的專用道 也使得台中市長林佳龍說 那BRT我們要好好檢討 該拆就趕快拆 如果不拆該怎麼解決 甲乙市長圖信哲又說 那垂陽路的這個公車專用道也要拆 然後行動派出所在選前 投票之前的這個概念呢 桃園市長鄭文燦他說 好行動派出所桃園要先來做 未來派出所功能要強化 巡龍車可以當行動派出所建立五分鐘的警網 我想逼得大家都被學科P 這個會多久真的有用嗎 我當然希望科P能夠成功 我要這樣講 違建其實不只是監管處的問題 違建其實是政治文化的問題 違建的存在其實它背後代表 它或反應的長期以來 你說好了明代官說 你說了包括人性問題 我們貪小便宜 剛剛我們這個買了頂樓 我們就好像取得了頂樓的更高層樓 那個頂樓的這個使用權 那我們就可以把圍牆蓋起來 就可以在裡頭隔間 或者是有了自住 有了出租 所以現在在科P要拆掉這226戶的 這個所謂的可能 危害公共安全的這個 這個違建這個政見政策拿出來之後 突然這個所謂的弱勢族群被討論 其實我要講的是弱勢族群沒錯 住在裡頭可能有不少是屬於經濟弱勢 但是關鍵還是在提供違建的人未必是弱勢 當然 你要知道蓋這些違建的其中還有那種 那種很有錢的這個這個醫院 跟很有錢的人呢 160坪的違建 160坪的違建的存在 那背後代表什麼 是不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今天科P他做了很多盲見客的事情 那做對的事情我們要支持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改變長期以來 我們台灣習以為常的這個政治文化 我只能說我希望他能夠成功 因為他你要看 第一個他衝撞的是 藍綠政治人物被選民動員要求來幫他解決問題的 這樣的習慣 第二個 他也在考驗選民 有沒有真正的這種所謂的是非觀念 那譬如說好了 你想想看 226戶裡頭 我們就簡單的數學基礎來講 科P的支持者 看起來社會比林盛文的支持者多啊 226戶 這個違建的 這個蓋房子的人 或者是所有者 對不對 那你今天你要去拆掉這些房子 你是不是得罪你原來的支持者 會 所以我都覺得說 好 做對的事情 我們該讓鼓勵科P去做 我們也樂於見到其他縣市的這些縣市首長 也展現破例 因為違建的存在 本來就是第一個 他讓人家知道說公權力也當喬嘛 我只要找有利人士出來 公權力就不重要了嘛 對不對 他就會退讓嘛 第二個 我這個 我現在 我會覺得說 我破壞了這些所謂的安全的結構啊 這些問題都是小事啊 反正任何事情出來講的話 用橋的橋 甚至付一點錢 就可以解決 這背後反映的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真的 我必須講 那是一個政治文化的所累積的弊端 那現在科P要解決 其實是要跟傳統的政治文化 跟既得利益來做正面的衝撞 他有可能成功 但是也有可能撞得自己粉身碎骨 撞到後來他是被我們這個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既得利益 把他吞沒掉 他可能任期就是四年 他做不了第五年 因為你想想看 你看 這些包括以前陳水扁 他是台北市長任內 他改變了我們台北市的這些所謂的官僚體系的文化 改變多少 改變很多吧 至少我們去這些民政單位區公所 我們可以看到公務員的服務態度變很多 但是公務員 那當時是多麼恨陳水扁 對不對 你可以看現在科P才做一個禮拜 已經有公務員在網路上 在點名批判柯文哲了 因為 現在 加班費也要檢討了 連午茶時間 我也到現在才知道說原來台北市政府 還有午茶時間 那這些都要檢討的時候你想想看 他要衝撞多少 大家習以為常的既得利益 那個午茶時間說實在 我真的很難想像 我以前為什麼 我念政治系 為什麼我後來不想考公務機關 因為我大一的時候 大一暑假我還刻意去實習 去某個中央機關實習 我當下我就決定我不考公家機關了 為什麼 早上八點上班 男男女女看報喝茶聊天 而且那個公家機關底下 他們都有很好的福利社 各賣的東西應有盡有 還有理髮廳 還有女性的美髮廳 所以一個早上就看到 買菜的買菜 聊天的喝茶的 剪頭髮的洗頭髮的 開始熱機 八點上班到十點半 才開始辦第一間公文 好了到十一點半可以去吃飯了 在午吃完飯 午休 下午兩點開始 早上沒買菜的 沒洗頭的 沒剪頭髮的 下午去 那大家又是在那邊聊天 熱機 到了差不多三點可以辦公了 四點半可以下班 我那時候一看天啊 他們每天上班八個小時 真正用真正在辦公上面 不到四個小時 我那時候覺得是公務員愧對人民 那時候我都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大學的時候其實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有去實習過 可是現在應該好很多 我只能假定是這樣 但是看到這個午茶時間 我想說天啊 如果再加上午休時間 還有午茶時間 再打混時間 開玩笑那有什麼好到哪裡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今天科幣要做的 我覺得是對的 第一個提振公務員的效率 你要知道我們加班費一年 台北市政府一年五億元的加班費 你真的忙到這種程度嗎 五億元大家都是正常時間不上班 不上班不辦公 你到時候再報加班 再多一點薪水 所以我覺得科幣做了一些政策的 正確的動作 但是他衝撞了非常多的既得利益者 而且我告訴各位 反對科幣的 將來會修理科幣的 即將在一月上旬 台北市議會的臨時會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因為他衝撞的 還包括綠營的政治人物 藍綠都被衝撞 藍綠的支持者 跟這些所謂的選民 都被衝撞的情況底下 我必須說 我希望科幣的改變 台灣政治文化是可以成功 否則我必須講 大家又回到過去那種 這個擊斃已久的這樣的步調 其實對台灣是不好的 不過我就要順著利鴻兄剛的一些問題 說他其實衝撞是整體的 所謂的政治文化 儘管大家都認為這個政治文化是不對的 可是因為他成為文化 所以他反撲的力量會很大 第一個科幣新政 真的可以延續四年 或者是延續八年嗎 第二個 郝龍斌前市長 談得很清楚 他之前也想動 他不動是因為有人關說 那這些關說呢 如果你真的不去理會他的話 會導致撫會關係變僵 好那現在科幣撫會關係 是會變得很僵很僵 那接下來他想要做什麼 議會是不是會卡住 不過你回答之前 我們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一起討論 台北黃小姐你好 喂 請說 好 我贊成科幣的翻轉政壇 現在我要講的是 有關於我們的那個建築法規 也必須要改 才可以杜絕違建 我所知道的美國建築法規中 規定凡是房子建好之後 要改變格局或者有這個都必須 反正改變格局或者是有任何的這個違反居住安全的 都必須要由建築師負責審定 是 當你的房子要買賣的時候 如果你的格局跟原來的建築物出現時候不一樣 那麼這種房子的交易是沒有辦法成交的 是 那台灣就是不注重這些 一旦發生人命 然後又就是重體 都市裡面 什麼最醜 房子最醜 除非是一些新建的大樓 是 90%以上的那個老舊房子 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外觀嗎 室內的格局啊 已經不是當初建築師設計 建造的那個原來的樣式了 那是比較尊重專業的呢 還會去請那些合格的建築師 來主導修繕 來造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啊 都自己想怎麼敢 就怎麼敢 也不請建築師 是 也不尊重專業 所以建築法規要更加嚴格 所以我贊成科批翻轉偵探 好謝謝台中劉先生你好 劉先生 你好 請說 那個 我們現在很多新房子 那個 違建的時候啊 那個稅間處就 還沒有蓋好 剛在蓋途中 稅間處就知道了 所以說 政府單位應該都是有這個能力 去知道 哪一戶在違建 是 那可是違建之後 稅間處又要收稅 等於說是知法犯法嘛 可是又沒有人去管這個稅間處 我曾經去建議 他稅間處說 那建管課的管轄 我們只是負責收稅 所以說這個政府就是在踢皮球嘛 是 只會要收稅 然後又不去管 是 所以說這個法例就是不障嘛 好謝謝 才會造成那麼多違建 好謝謝劉先生 楊梅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 你先請說 喂 請說 你好 我是坐在楊梅 那個幼市戶的 我像今天有一點 在於一個環保的問題啦 因為我是一個農家子弟 是 因為我今天 假如說農曼割稻子有沒有 叫風乾骨質嘛 他有時候會污染到他 不過他的房子 像我們平面 他蓋得像一樓高啦 那填土啊 填到一樓這樣高 蓋棠子啦 這樣子啦 我們出入交通啊 也有妨礙交通啦 是 這樣子會屬於偽裝嗎 偽見嗎 好 好謝謝李先生 這樣有問題 好謝謝李先生 不過馮柯剛剛請教您就是說 真的科批新政 現在一個禮拜真的是轟轟烈烈啦 那肯定的遠大過於否定的 當然 但是能持續多久 那我覺得這要看這個 我對於柯市長一個 比較大的質疑就是說 他的價值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堅持 或者說他有沒有有意 就是說有些事情 他有沒有價值 他的核心價值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談這個施政 這跟創作一樣 他有形式面 他有內涵面 形式面他也許大道闊幅在那邊做 內涵面就是說 他有些內涵 他到底原先 他堅持這些東西對不對 我隨便舉個例子 這兩天 柯批針對這個同志的問題 他其實講了一個 我聽其實很難過的這個答案 他說 就是說他尊重他們 就是說 願他們欺負 可是干我屁事 就是說不干我事 就是說 怎麼會不干一個市長的事情呢 同志的議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不可能因為你今天對於同志的議題 不了解 你就說不干我事 你知道因為同志議題 其實牽扯到了 包括居宅 包括婚姻 包括很多東西都在裡面 你知道怎麼可以說 不干一個市長的事呢 你知道就是說 所以他對於同志議題 他應該還是 就是說認為他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對同志議題的了解 還僅限於就是說選擇說 就是說同志是選擇的 同志不是基因造成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大的危險 就是我所謂的 他沒有一個核心的價值 因為人權這件事情 從同志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今天對於 像這個同志的人權的東西 你的概念是說 OK就是說不干我事 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危險 因為他沒有一個核心的價值 他今天所有的政策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外溢這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他今天的這個手段 如果外溢到其他縣市 其他縣市都是有政黨支持的縣市長 在後面 他沒有政黨支持 每一個有政黨支持的縣市長 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是民進黨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核心價值 他們做事情的時候 他們有些 例如說社會議題 例如說文化議題 政治議題 他們其實都有他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面的時候 你今天大刀闊斧 有些時候 你到另外一個縣市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違背了他們的一些核心價值 是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一個城市的市長 尤其是像台北市 如果你這個市長沒有一個核心價值 你只是在做 就是說你認為做這個對的事情 真的立鴻剛剛講得非常好 盲見客 這真的是一個盲見客的做法 這個是有一點危險的 因為那這東西到底能夠 這句話你剛剛問的 到底能夠延遲 就是說能夠維持多久 立鴻兄 馬上 就是又要臨時議會出現了 所以藍綠 現在是真的是 藍綠可能共同要來去打擊柯P 真的議會會成為阻礙最大的 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柯P未來的施政 他都確實能夠獲得高度的民意支持 我覺得這些市議員想要杯葛 想要修理柯P也修理不了 就好像中校七路的公車中間一拆掉 其實有一些國民黨立法 國民黨政治人物是要修理柯P的 但是就話講兩句就發現 媒體的反壓 被修理得更慘 對 網路的反壓非常大 所以這些國民黨的市議員自動就閉嘴了 如果柯P所做的事情 都能夠在民意多數上 獲得強烈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民意的強烈支持 會是推動他改革一個契機 否則的話 如果他越做越做 做到後來 民意支持度越來越低 我想柯P大概就被消失了 回去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冰箱 看到有特別就拿一些 這是誰教給你的 這個不是教 這是一種人類採集的本能吧 然後他們就會有那種最新款的那種 特水壺 還有保溫瓶 還有Kitty花購物袋 我都全部把它搜刮一口 嫁出去了 為什麼還回家要東西呢 這是太誇張了嗎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酒很大 週末電影院 我的狗兜兜 沒要收留他 一隻四處流浪的狗狗 卻拯救了一個破碎的家庭 我的財神爺 沉迷賭博的爸爸 能靠著狗狗的預知能力 就此翻身嗎 王士賢 盧凱俊 你想忙一下吃吧 你給他好嗎 是假的 1月3號 週六晚上9點 我的狗兜兜 公共電視是一個支持戲劇創作的平台 但是它沒有商業的廣告 所以我們需要你實質的幫助 讓更多的好演員跟好劇本 可以在這裡繼續發聲 然後有更多的關懷社會弱勢的節目 可以繼續一直做下去 請撥打捐款專線 02-2633-9922 然後我們家的牛肉湯是想要讓客人 喝的比較健康一點 要很花心思在照顧他 把那個湯喝到碗這樣拿起來 喝乾的時候有沒有 遠遠這樣看我心裡就會很高興 然後這樣子我就有那個動力一直 然後這樣子我就有那個動力一直 寫著 所以我可以在此 每個來都 here